大家好,我是大雄 2011年6月26日 美国乔治亚州一名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突然失联 她的朋友在发现异常后选择了报警 警方刚开始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 但是在深入调查后发现了异常 警方在她租住的公寓垃圾桶内发现了她的尸体残骸 这起令人发指的谋杀案究竟经历了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 本期案件发生在2011年6月26日 美国乔治亚州的梅肯县 受害者劳伦1984年4月18日出生 事发时27岁 她在美国马里兰州一个普通的家庭中长大 她有两个姐妹 劳伦是一个有理想、善良、开朗的女孩 她乐观活泼、善于交际 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友好 她从小就有一个当律师的梦想 她为此也在努力着 2008年 劳伦如愿考上了一所法学院大学 在父母的眼里 她是一个聪明努力的孩子 也是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因此她带着家里人的希望离开了家乡 来到了乔治亚州梅肯县上学 在上学期间 她学习刻苦 并且经常参加社团活动 她认真规划着自己以后的职业方向 大学期间同学们都纷纷谈起了恋爱 但是劳伦心里明白她目前的阶段要以学业为重 她要在毕业以后从事律师行业 所以在大学期间她甚至没有谈过恋爱 在上学的三年里 她一直住在学校街对面的公寓里 然而就在刚刚毕业没多久 这个勤奋的女孩在即将迎来光明前途的时候 遭到了杀害 2011年6月25日 这时劳伦已经顺利地从法学院毕业 她此时正在认真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律师资格考试 劳伦告诉朋友和家里人 这段时间内尽量不要打扰她 她要全力以赴地应对这次考试 这件事情对她很重要 在过了几周后 时间来到了6月30日 当劳伦的同学因为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试图联系她时 发现了她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 虽然她曾经说过要为了考试复习 但是手机一直关机还是很反常的 于是同学联系上了劳伦的姐姐 这也是劳伦最亲近的人 劳伦的姐姐在接到电话后表示 她在6月25号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她 因为知道她在备考 所以也没放在心上 但是听到同学的来电后也表现出了担心 于是在电话里 劳伦的姐姐委托她的同学去公寓里 看看她是否在里面 并且还告诉了她 劳伦有个习惯 她在出门时会藏一把钥匙在花盆里 如果没人的话就用备用钥匙进去 当同学来到劳伦的公寓后 敲门发现没有人回应 但是发现她的汽车还停在楼下 于是同学用藏在花盆里的备用钥匙 进入到了房间里 在进入房间后并没有发现劳伦 她的房间也像往常一样干净整洁 但是在劳伦的沙发上发现了她的背包 她的手机和钱包都在里面 这就有些反常了 如果是出门的话 她不可能不带这些东西 于是同学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告诉了警方劳伦失踪了 接到报警后的警察很快赶到了劳伦所在的公寓 此时街道消息的媒体也纷纷赶往了现场 顿时不大的公寓街道上便挤满了各种车辆 在警方检查劳伦的房间时 记者采访了劳伦的邻居丹尼尔 对于是有关的公寓 我们正在找到哪里是她的地方 没有人见过她的程度 她的昨天 我最初她的回答是一张电话 她发送她的程度 没有人听过她的程度 我们不知道哪里是她的地方 在哪里的公寓街道 他们有很多地方 我认为那是他们有迟的 或者是有迟的 会发生了吗 有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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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个是一种人 你们不知道是一个人 你知道有什么地方 若你们这个是一个人 之前 我们也不知道是一个人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问 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他们知道 有你吗 我认为要站住 OK 原来就在采访时 警方检查了劳伦的房间 并没有发现闯入的迹象 起初警方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失踪案 并没有联想到谋杀 就在警方准备撤离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异常 公寓的垃圾桶内散发出来一股恶臭的味道 经验丰富的警员立即察觉到 这似乎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于是他们便检查了这个垃圾桶 果不其然 他们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在打开塑料袋后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垃圾袋里包裹的是一个白人女性的身体躯干 警方怀疑这个躯干来自于劳伦 于是他们提取了血液 在经过与劳伦父亲血液对比后 他们确定了这是劳伦的残骸 确定劳伦遇害后 警方封锁了现场 这些垃圾原本是今天来清理的 但是由于警方和媒体的车辆停在了现场 这导致了垃圾车无法进入 所以这些垃圾没有被清理走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由于在垃圾桶里找到的尸体并不完整 于是警方决定继续寻找剩下的残骸 现在警方基本确定了凶手就在社区里 于是警方召集了社区内的住户 打算对他们的房间进行检查 所有的人都同意了 除了一个人 那就是丹尼尔 没错就是刚才接受采访的那个男人 他以房间内有隐私物品为由 拒绝了警方进入房间的要求 丹尼尔的态度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因为就在刚刚他在接受采访时 表现出了非常难过的表情 在这段时间里 他一直关心着劳伦的去向 现在需要他配合的时候 他却拒绝了 于是警方把他带回了警局进行询问 审讯时丹尼尔表示 他并不知道劳伦的去向 他说他最近一直没有见到过劳伦 因为自己的房间内有一些枪支和其他的物品 他不方便让警方进入检查 在审讯中 警方发现丹尼尔的鼻子附近有一个抓痕 于是警方对他的身体进行了检查 在丹尼尔的腹部附近 又发现了两道抓痕 丹尼尔解释到说 这可能是在晚上睡觉时不小心自己抓伤的 这更加加重了警方对他的怀疑 于是警方在获得了搜查令后 来到了丹尼尔的房间 在丹尼尔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条穿过的女性内裤 一个U盘和一把复制的钥匙 另外还发现了一把钢具的外包装 经过DAA的鉴定 女士内裤属于劳伦穿过的 并且在U盘里 警方发现了上百张女性的照片和视频 其中有一些跟踪和脱窥劳伦的视频 在案发的几天后 警方又对整个公寓做了细致的检查 在公寓的其中一个空房间内 警方找到了一把钢具 这把钢具与丹尼尔房间内发现的钢具 外包装是同一个品牌 并且在钢具的剧条上提取到了血迹 经过鉴定 剧条上的血迹与劳伦的DNA一致 警方在掌握了这些线索后 立即逮捕了丹尼尔 事后根据邻居的说法 丹尼尔是一个古板奇怪的书呆子 他平时喜欢打电动和看暴力电影 同时还会阅读一些奇怪的书籍 他在学校里口碑很差 时常会骚扰和恐吓其他的女生 并且他有时甚至会穿着锁子甲去上课 这样一个奇怪的人并没有什么朋友 所有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 大家都会回避这个怪人 只有劳伦对他很尊重和友好 他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这个怪人 在证据面前 丹尼尔承认了罪行 他手写了一份作案过程 根据丹尼尔的描述 他先是偷了劳伦的钥匙 然后复制了一把藏在了家里 在6月26日凌晨4点30分左右 他戴着面罩和手套使用复制的钥匙 进入到了劳伦的房间里 在劳伦的床上 他看到了正在熟睡的劳伦 当他准备靠近时 木地板发出了咯吱的声音 这个声音吵醒了劳伦 劳伦被他的样子吓坏了 他大声喊叫让他离开 就在这时 丹尼尔跳上了他的床 试图阻止他喊叫 在挣扎中 两个人滚到了地上 丹尼尔用腿夹住了劳伦的身体 让他无法动弹 劳伦在挣扎中撕下了他的面具 他立刻认出了丹尼尔 他说丹尼尔求你停下来 被认出后 丹尼尔选择了杀人灭口 他掐死了劳伦 丹尼尔交代 他并没有与劳伦发生关系 在确定劳伦死亡后 他把劳伦拖到浴室 放在了浴缸里 直到第二天 他才拿着新购买的钢具 和一些清洁剂 又来到了劳伦的房间 在他房间里的浴缸内 用钢具对劳伦的尸体 进行了肢解 部分残骸被马桶冲走 在清理完现场后 他又把剩余的残骸 扔进了公寓的垃圾桶里 因为他知道第二天 就会有人来清理这些垃圾 在整个过程中 他没有交代作案动机 个人推测他有特殊癖好 因为他平时没有朋友 性格很孤僻 只有劳伦把他当正常人看待 因此他对劳伦产生了好感 在日后 他也经常会偷窥劳伦的日常生活 推测他为了进一步寻求刺激 从而潜入到了劳伦的房间里 没想到却被劳伦发现了 于是出于害怕事情败露 他杀死了劳伦 2014年4月 丹尼尔因为谋杀罪 被起诉到了法院 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并且30年内不得假释 真爱生命 提高安全意识 远离垃圾人 好了 本期案件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帮我点赞加关注 我是大雄 咱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